歡迎算 歡迎把抓 我是張道合 現在選戰倒數10天了 沒有民調可以看了 而今天要談什麼呢 今天就是賴清德的耳朵保衛戰 那一部廣告片你看了嗎 他跟蔡英文的那一部廣告片 他說了 耳朵如果少一支怎麼辦 聽不到啊 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立委選行 一定要過半啊 而現在你可以看到全台是遍地烽火 賴清德如何保衛住自己的耳朵呢 而現在藍白 坦白講就是互挖牆角 這10天之內 氣飽聲音一定會越來越多 藍白之間選票如何猶疑 好 今天有4位來賓 加入我們討論 第一位資深媒體人張宇軒 趙好 大家好 國民黨前發言人蕭敬妍 趙好 大家好 賴清德發言人趙怡翔 趙好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善後知 大家好 好 大選倒數10天了 在這10天廣告會不會重要 重要 昨天蔡英文 賴清德蕭美琴拍了一部廣告 PO出來之後大家覺得 哇 太溫馨 太感人了 最主要是因為他們三個人 在同一台車上交棒下去 好 裡面包括了尊英論 包括要走民主路 而且要把藍白這兩台車子 甩在反方向上 不過宇軒裡面最有趣的是什麼 就是今天蔡英文問到耳朵這件事情 有人說你哪裡不足就要去補足什麼 這個耳朵現在是賴清德最痛的部分 照耳朵出古代有一句話叫寄生與何生兩 昨天就發生這個狀況 兩部電影劇作 一部叫做在路上 就是我們看到賴清德跟蔡英文這一部 但沒有想到又跑出來一部羅智正 而這兩部都跟Defay有關 因為現在蔡英文跟賴清德已經接幕幕後拍攝手法 很多人說你怎麼一邊開車 一邊講話一邊拍攝 沒有啦 都在棚內拍用AI生成 結果現在羅智正也踢爆出有私密的性愛影片 他也說這是AI生成也是Defay 但不管我們現在來帶你看到說 賴清德跟蔡英文在裡面聊了什麼 其中就是趙和剛才講到非常經典的 就是對話講的是國會要過半 是 蔡英文就問賴清德說 這個Rotting Dead 我如果耳朵一支不見會怎麼辦 賴清德說那你會聽不到啊 如果兩支不見怎麼辦 賴清德說你會失去聽覺的方向感 蔡英文說不止 我眼睛也會看不到 因為他眼鏡沒辦法掛 眼睛會掉下來嘛 沒有耳朵戴眼鏡嘛 你不會戴隱形嘛對不對 但不管 總之他的意思就是說 我等於是比喻成立委 如果國會沒有辦法過半的話 就如同掃了耳朵 眼睛也看不到 最後的下場會怎麼樣 就會失去方向感 所以賴清德講 對對對你講的這個是一個冷笑話 但寓意很深遠 如果造成空轉的話 該如何是好 該有沒有辦法前進 結果沒有想到 真的這個耳朵長爛瘡了 這個耳朵出問題了 蔡英文的眼鏡開始有點鬆鬆的 為什麼 因為羅智正就我們講了 第二部劇作這時候就上來了 羅智正被異傳媒 我再講一次 被媒體 其實是誰 曲美鳳 指控說他有私密騙萬流 但羅智正對此提出了五點聲明 他強調什麼 第一個 這個是AI變造的 這個是D-fake 深度偽造 都是假的 假啦 不是真的啦 再第二個他說這是境外勢力介入 所以才會有這個 而且同時他說這是叫做企圖影響選舉 但照合他23點其實有選舉 第一個 你如果說境外勢力的話 你不需要有證據 對 影片是來自哪裡 你要有大陸的話 他有所謂的IP 他有位置 查到了嗎 沒有 你指控的到底是誰 因為現在不只是羅智正 他還指控說 那你這個是要介入選舉 甚至是影響選情 那你影響選情的狀況就問 今天坦白講 中國大陸如果要介入台灣選情 第一個介入的是什麼 當然是總統大選 立委選區113個 對不對 加上部分區在內 這麼多人 為什麼大家費盡心思 然後弄了一個小時影片 特別要弄你 不合常理 但不管 而且你這樣指控的時候 等於是你也在講你的對手 是不是有涉嫌跟對岸結合 甚至攻擊 這個東西反而是很嚴厲的指控 結果沒想到 還沒有證據 我們剛才講 完全沒有證據的狀況下 誰上車 誰上車 賴副啊 在開車這一位 他跟蔡英文開同一台車 然後把蔡英文丟在海邊之後 自己開著開著 莫名其妙跑去上羅智政車 賴清德也跟著講 中國介入這場選舉 無所不用其極 但賴副有留一個保險 他有安全氣囊 他說羅智政講說這個是深度未造 他沒有說這個是假的 他說羅智政講說這個是深度未造 所以顯然賴清德的狀況就是 一隻腳踏入車裡面 但還有點怕怕的 想上不敢上有沒有 在維持一半的狀態 我看一下 看我要不要真的全部上去 人還沒有完全跳上去 但現在我們講 耳朵爛掉不只是這個窗而已 陸陸續續 跟什麼打耳洞一樣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到處都是洞 我們就講高雄第六選區好了 現在這個黃捷陳美亞 最關鍵是誰 郭北宏 郭北宏到底能夠分手黃捷多少票 將會影響陳美亞能不能當選 因為先前傳出說 這邊甚至是陳美亞超越 甚至是五五波 但後來黃捷趁著封關之前 發出非常多的訊息 要讓大家知道說 沒有啦沒有啦 我還可以 我很OK的 我沒問題的 但真實狀況真的是這樣子嗎 我們先打上一個問號 難怪 所以郭北宏他才會這麼氣 你不要在這個封關民調前亂說話 你要氣保我啊 對 但是除了說黃捷這個點段 其實各位 高雄最值得關注的房子是誰 李梅貞 李梅貞這個選區 現在他跟這個叫做南博義 我在幫台北的李博義更正 因為他很介意 不是啊 我這個人比他高 長比他帥 我又沒有做一些奇奇怪的事情 不要每次都把我跟他扯在一起 都要特別神經 南博義 南部的李博義 有痛病有痛病 有痛病 拼得很像 是 所以現在李梅貞 反而是大家可以值得關注一個看點 但與此同時把鏡頭拉到台東 你會發現 這個狀況一模模一樣樣啊 為什麼 民進黨派了賴昆誠 但不對啊 劉兆豪以前不是英系的嗎 劉兆豪不是也是民進黨大將嗎 分裂了嘛 所以這個分裂的狀況呢 變成是讓國民黨的黃建兵 你看像中央這個 笑得很開心的 笑得嘴笑也笑 有機會啦 有機會 而且賴昆誠呢 現在也玩了殺手劍 他直接喊出什麼 說你如果不喜歡我賴昆誠 你就去投黃建兵 你如果不喜歡黃建兵 你就來投我賴昆誠 講白了就是要把劉兆豪 給徹底邊緣化 而這種做法等於是 幫國民黨的黃建兵 淚戰台罵 所以現在台東怒吼說 這要黨紀處分嗎 開什麼玩笑啊 都有人脫黨參選 你還在跟我討論黨紀處分 你要把這兩個人都處分掉 民進黨在台東沒任了 所以賴昆誠他是玩真的 我就算沒有上沒關係 我也不會讓你劉兆豪上 於是死亡破啦 拖你下水 要死大家一起死 要漏海大家一起漏海 你現在看到宜蘭也是一樣 又是撒卡都 可是這狀況又很特別 變成是陳俊宇這個叫做弱勢候選 為什麼 因為原本是陳歐柏嘛 陳歐柏在IMB嘛 落馬了 陳歐柏出事了嘛 所以沒辦法 臨陣換將 換上一個小將 而陳俊宇的選情 理論上來講 原本應該笑得很開心 現在有國民黨的黃真廷 又有民眾黨陳婉惠 結果沒有想到 現在選情狀況也是呈現一片膠著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陳婉惠 民眾黨的特性 他拿到的年輕票 拿到的中間選民票 不一定是黃真廷 原本拿得到的票員 所以這個狀況之下 反而陳偉說 哇 三腳剛才拚到這樣 也是很有可能 他會分食掉民進黨的票 對 非常有這樣的可能性嘛 等於說 陳婉惠的參選 對黃真廷來講 也不是一件壞事 所以你就看到 我們剛才只列舉了 1234個選區 可是在全台灣有高達19 20個選區 都在激戰當中 所以你就講了 蔡英文的眼鏡 會不會真的跌破眼鏡 摔到地上 今年2024年 非常有這個可能性 好 敬遠我們剛剛談到一個最關鍵的東西 就是 這個所謂的聲畏影片 好 現在坦白講 在網路上面已經都燒起來 只是都沒有人敢上車 剛剛有講 宇軒說 感覺賴富士一半上車 一半沒有上車 他說是 這個羅智政講的是聲畏啊 好 現在這件事情 坦白講會成為賴清德選戰的破口嗎 這個 昨天第一時間看到這個影片 也是有點訝異 但是羅智政第一 他現在已經去這個提告了嘛 那我那個時候 昨天就已經先幫他們擬完回應了 我就說這個絕對是中國界選 百分之兩百是這個樣子 你都猜到啦 對 結果馬上這個聲明就出來了 但是我在想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怎麼回應 第一 我從來沒有拍過這個影片 我從來沒有拍過這種影片 所以當然不會是我 那這個我很擺明確認 但羅智政裡面的這個聲明 如果你硬要挑的話 他沒有講這句話 他只在說 這個很明顯 這個是聲畏 我想說其實 其實蠻厲害的 一看就知道是聲畏 除非你確定你自己沒拍過嘛 是 這個是一個嘛 但是確實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 根據這個 《依傳媒新聞》的這個總編輯 徐美鳳 當年也是這個 影片的受害者 我想大家都知道 他發表了這個聲明 幾點 然後第一個 他說他們是檢視所有影片之後呢 他說有完整的 羅智政的正面的影像 而且有交談的對話 然後 且細部體徵符合 我不知道他哪裡知道 他哪裡的細部體徵 但是他說這個 如果以這個聲畏作為 轉移交點的技巧 羅智政應該跟全民一起去 全面檢測 來看到底是不是 這個 這個真實的還是假的 那第二個就是他說這個 媒體針對這個民眾 這個消息的來源 這個撰寫新聞 他一直說接受爆料 他沒有任何勢力揭入 也就是說在反擊說 是什麼 境外勢力介入介選 這樣子 那他認為說他們是這個 本著新聞的本職 針對民眾所提供的訊息 進行報導 然後他的意思是說 不要這個轉移交點 所以這一篇 曲美鳳的這一篇 坦白講就認為羅智政 他根本沒有講實話的意思嗎 照他這一篇這個 聲明的內容 聽起來他白話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是他們認為是事實 民眾的爆料 他們所以才拿出來報導 那羅智政不要想要轉移交點 如果你真的證明不是真的的話 那你就想盡辦法證明 無論是這個出世細部的體徵等等這些 看起來言下之一是這樣 不過在這個時間點出來 到底會不會影響到羅智政的選情 我覺得多多少少一定會 因為這個是觀感問題 尤其是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會勾起這個幾年前 他這個跟助理上 摩鐵這樣子的經驗 看起來可能會喚起 這樣子不好的回憶 來靖爺 我們剛剛提到了 這一次雖然 現在相關的羅智政就說 這是聲畏了 但是其實今天賴副也上了這台車 他除了在廣告上面上了 蔡英文的車之外 他也上了一半啦 上了這台車 他挺他 他也認為是聲畏 而且全部都推給 中共 老共來借選 你覺得呢 選民會買 會買單嗎 如果我是賴清德 我在這個時候也要這樣子 為什麼 因為選舉剩10天啦 反正調查完 不可能10天內調查出來嘛 不過你講到選前 選後假設真的出來 這個法院鑑定結果發現 不是聲畏 那再說嘛 反正都選完了 說不定賴清德跟羅智政都當選 對不對 那那個時候要怎麼樣再來講 但問題就是說 在這個時間點 確實 第一你說有這個東西出來 是不是人家覺得 俠怨已久 第二個就是說 你在這個時候 直接這樣子去直指 除非你可以出示相關的證據 譬如說 國安單位已經有掌控 很多這樣子 中國借選 利用這樣子身位的方式 想要來攻擊我們的候選 假設有的話 你不如趁這個時候 趕快打預防針 趕快先拋出來 趕快先止血 但問題是 你不要 凡事都去扯中國 昨天 在這個時間點 大家馬上就在開賭盤 就說 等一下羅智政會發聲明 扯中國的這個人 有多少個 10個裡面剛好有11個舉手 等於是大家會這樣子認為 早就猜好了 那問題 民眾到底會不會買單 因為我覺得 好 到底是不是事實 這個是一件事情 但是 羅智政2017年 有沒有上摩帖 有沒有跟助理外遇 這個是不是 是嘛 那會不會影響到他的選情 跟選民對他的觀感 我相信一定會 來 伊翔 你們這邊 其實坦白講 昨天陸陸續續都有收到新聞 雖然 我相信你們 黨內應該都炸過 怎麼會在選前10天 發生這樣的事情 好我們就問了 這樣的說法 身為包括賴父爺 保證了說 這次身為中共助選 能夠執寫嗎 其實先講這樣 就算我們沒有提到中國 中國還是會自然出選 為什麼呢 因為曲美鳳 就是這個所謂的異傳媒 因為其實 據了解 它並不是之前 我們看到這異傳媒 這是不同家公司 這好像之前是叫異傳媒 然後後來又把它更名成異傳媒 但它是統促黨的發言人 所以這個統促黨的連結 本來就在了 這是曲美鳳就在了 所以這第一點 就算命任提中國 中國的連結本來就在了 那第二個 其實剛剛我覺得 提到蠻有趣的 因為羅智正去告了這件事 調查局去告了 羅智正要選立法委員 選立法委員任期是多久 4年 你說調查報告 4年內會不會出來 100%會出來嗎 對不對 如果你沒有信心 這個是身為 你敢去告嗎 你就只是去譴責就好 你就罵一罵講一講就好 你去告 你其實這個已經沉案了 就會辦到底了 那辦到底 就有結果出來 那難道今天羅智正 接下來他不想做立委嗎 他一定是有所信心這個是身為 他才願意去告的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很明顯的一個趨勢 就是說 這個是不是身為 那果然 這個 這個羅智正已經把自己的這個 職涯生活 把他的這個立法員的職位 已經堵在上面 是 那再來 其實我相信很多人去看到那個畫面 那個畫面是非常非常模糊的 對不對 那我正去問了一個 身 就是身為的專家 我在美國認識的一個朋友 在美國教書 去問他這個 他說通常身為的影片 就是會畫素給你弄得很低 讓你看不清楚是誰 但是你就大概可以認定說 他是誰是誰 你就下面加個標題 他是誰 很多人就自然會認為 他就是這個人了 所以真正專業的人 反而會找這些畫質比較差的 你是做4K的 4K的每一個人 全部都放他進去看 那再來剛提到聲音的部分 聲音的部分 像更簡單的 聲音的部分 最近美國還在打一個官司 是說 有一位非常有名的一個 一個演員 他過世之後 被一間這個 用睡眠的公司 把他的聲音變造出來 他已經死掉了 把聲音變造出來 就是念這些故事給大家聽 然後就被家屬去告 所以說所有這些 就是我覺得在這個時代 所有這些科技 其實確實會構成一個影響 那這影響 就是會造成我們的所謂的認知作戰 所以今天我覺得身為這個部分 羅志正你講非常清楚 這個是身為 那他也去告了 所以我覺得除非今天 是媒體可以有具體的證據 說他不是身為 大家再進一步來討論 否則當事人來否決了 否則當時的畫面 大家可以看出 確實是有一個變造的一個嫌疑在 那再加上 加上我覺得 在這個敏感的選舉 時機點 大家可以有自然的一些聯想 到底誰是在操弄選舉 操弄選舉的結果 希望是什麼 我覺得大家民眾 應該是放在眼裡的 來猴子哥 我們講到聲畏 讓我有種氣勢感 鄭文燦之前澳門的影片也是這樣 出來之後最後跟大家喊聲畏 然後現在又全部推給老共 是這樣嗎 你怎麼看 我覺得現在的狀況就是說 大家其實是沒有辦法判斷這個是不是 因為鄭文燦的事情最後也跟你講 是沒辦法判斷 其實就是沒有辦法判斷 那大家也知道 只是知道說聲維的技術 應該的確可以做到這樣子 所以 我覺得 這個義傳媒不是以前那個義週刊 就是那個義週刊結束之後 後來這個義傳媒變成是 用了義週刊的面子 當時我們也覺得奇怪怎麼用 但他也不是 羅之鄭講的是一個內容農場 他就是一個小媒體 但回過頭來講說 現在義週刊即便在 恐怕也活不下去了 你每個政治都被拍到通通說 通通說是變造 通通變成聲維 然後也沒有人可以去認證 到底是真是假 其實這件事情是真是假 不知道 但是第一反應說聲維 或者說是中共界限 這絕對是正常的反應 但是 大家也要問 民進黨這麼多立委候選人 為什麼一直挑你 就是因為你之前有過那個疑慮 所以當然就會讓人家想起這件事情 會可信度高 我不會隨便挑一個其他的候選人 來做這件事情 那會不會有影響 當然就是 這件事情 我覺得沒有人敢去指責他 沒有人敢去指控他 包括我相信對手 也不敢拿這件事情來去指控他 但是問題是 挑起之前的那個緋聞的那個印象 他是給選民的回憶都出來了 就是選民的回憶會出來嗎 或者你現在看到 你在街上看到羅之鄭拜票會聽到 我今天就碰到一個同業他就想說 他早就聽到羅之鄭的廣告 他畫面就跑出來了 這個 這個 這個對他的 對他的選情來講 就是一定會 一定會有一定的衝擊 因為 你現在只能講中共 你不可能講說 這個是 我的對手 對我幹的事情 那個比身為更沒有證據 所以我覺得對他一定會有影響 但是說 這件事情會不會繼續說 到別的也冒出來 如果一樣 如果有1有2有3有4 那就一定是中共界選 如果現在只有1例的話 那是正常回應 重磅消息 我們歡迎一把刷的播出時間 要做更改囉 原本是晚間10點 現在改到晚間9點 請觀眾朋友一定要多多支持 我們歡迎一把刷 來 伊翔 我剛剛提到 我們剛剛提到這個選戰的部分 耳朵非常重要 好 今天如果羅志鄭的這個身為 我們就算了 好 我們希望他可以度過這個難關 但是 我最shock的之前是 台東 你們台東現在是什麼情況啊 今天的情況是 賴昆成跟黃建兵 一起在站入口 我們剛剛已經講 他是 到底劉兆豪在你們黨內 到底是什麼樣的角色 像他是夠人玩 還是怎麼樣 今天賴昆成寧願說 我跟你講我寧願選不上都沒關係 但你們大家不准把票投給劉兆豪 這一局 台東這一局你們該怎麼辦 賴昆成這樣的說法會很意外嗎 當然不會很意外 他其實是這樣子 他在公園 正好兩個人都在敗票的時候 遇到了這個國民黨的候選人 這個黃建兵 其實事實上這兩個人 我看他們的互動 應該過去就認識很久了 所以賴昆成就走過去 跟他搶了麥克風 借了麥克風 然後就說 今天如果你要支持 你不要支持黃建兵 你就支持我 你不要支持我 你就支持黃建兵 所以他其實講得非常清楚 就是說 選擇就是我們兩位 你不是投A 就是投B 可我覺得當然這個反應出說 可能這個劉兆豪這個狀況 確實會引起這個地方上 一些渲染的大波 因為劉兆豪可想而知 大概搶的都是綠營的選票 因為過去他也是民進黨的對不對 那搶的是綠營選票 過去又是打了民進黨的牌子 那當然我覺得 如果是賴昆成 他是受提名的候選人來說 當然會面臨到一些壓力 甚至一些的不滿 所以我覺得他這樣子的說法 我覺得是對的 而且是該做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政治也是很特別 因為民進黨跟國民黨 其實一起站在同個舞台上 其實我也做過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地方有時候 尤其我們不再討論 國家級的政治 在地方選務上 其實經常會有這個 大家的互動機會 包括我們常 例如說李博弈 常常跟我們上節目 有一次我自己舉行 大型文山區 我們民進黨的支持者的一個晚會 我邀請李博弈直接上台 跟大家打招呼 致辭 所以我覺得說 有時候這種地方上 大家也不用殺得太兇 因為事實上 感覺賴昆成跟黃建兵 大家是有一個非常友善的互動 我覺得彰顯出來說 大家藍綠 大家雖然是選舉敵人 但是仍然可以有合作的機會 但是合作 當然也就僅現在說 民進黨投民進黨 國民黨投國民黨 大家不要有誤會 可是李翔現在一個 讓基層燒起來原因是因為 我們上面已經寫了 台東的基層怒吼 你黨紀處分要拿出來了吧 不然沒有辦法服眾啊 我不是很確定 台東的一個狀況 那台東的狀況 我知道現在 確實引起許多支持者的 相當不滿的一個狀況 因為大家都很擔心說 現在 在立法院很關鍵的狀況之下 那尤其是在於選舉 非常非常 這個民調差距 並沒有很大的一個狀況之下 會不會有分票的一個行為 所以我不是很確定 台東最終 他的狀況會是什麼 會不會有這個處分所在 但是我很確定的是說 綠營的基層選民 對於現在台東的情勢 並不是非常滿意 而甚至於是非常憤怒的 來侯子哥我們剛剛提到了 黃建兵現在感覺是聲勢看掌啦 沒想到劉兆豪今天突然出來 來導播我們看到這一張板子 現在是賴昆誠被人家形容 已經是全面棄手了嗎 在台東這一塊你怎麼看 劉兆豪的問題是 是蔡英文的問題啊 他從2005年開始選 然後無意不予 民進黨哪有人像他那個樣子的 每次選輸的 下一次再提名他 這一區就他一直選 然後別人都不能 別人都沒有機會 他中間當然他立委都有贏 問題是選輸了這麼多次 然後呢 那時候賴昆誠還為了要讓他選 跑到花蓮去選 賴昆誠是原本做台東市長的人 對 為了要讓位給他 因為劉兆豪就跟小英好嘛 所以已經積怨已久了啦 積怨已久 賴昆誠就我已經讓到花蓮去 回來之後 連不是贏的你要選 連輸的你也要選 所以他們兩個積怨是非常非常久 結果你到現在為止 好 我這次出選好 我好不好把你冰掉 你蔡英文沒有去勸他說他退選 讓他違紀裁選 違紀裁選到現在為止 黨籍都沒有記出來 你告訴我這樣的狀況 怎麼會不翻臉 那很簡單啊 寧可這次掛掉 對不對 也要把你劉兆豪從這個地方拔掉啊 不然 2015到現在 20年耶 立委跟現場都同一個人選了 沒有 民進黨哪一個地方 哪一個派系可以玩這種遊戲 只有劉兆豪一個人 那我當然必須要把你拔掉 不拔掉之後 以後還是這個樣子啊 所以這個局勢完全沒有辦法解 回到我們剛剛講 賴清德需要的耳朵 在台東 就多打一個耳洞上去了 你就叫蔡英文去幫他 把他這耳朵剪掉啊 對不對 這個耳朵是蔡英文幹的事情啊 對不對 你蔡英文挺他挺 挺成這個樣子 所以才會積怨積人這麼深 當然大家 民進黨在這地方 就是說 團結也沒有那麼好贏 因為這個地方只有劉兆豪贏過 因為國民黨在這地方並不好選 那問題是你現在的狀況來講 你完全沒有去解決這個團結的事情 蔡英文沒有解決 賴清德也沒有去解決 你們自己不去解決問題 等著綠英支持來幫你解決問題 幫你把耳朵補上去 這天底下有這種事情嗎 你們今天立委選情 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就是你們很多該做的事情都沒做 該去安撫的都沒有安撫 這是最基本的問題嘛 來靖遠我們剛剛提到了 台東這一局好像是無解啦 坦白講你們國民黨笑得最開心 好 另外一區你們現在也在拚啦 拚的就是國民黨的陳梅亞 包括剛剛這個 雨萱有講到李梅珍這一區 我們先談到 第六選區陳梅亞這個地方 真的完完全全就看郭貝鴻 他有沒有實力整個爆發出來 把獨派票全部都吸走 讓黃捷沒辦法把獨派票拿走 那最後可以變成兩個對決是這樣 其實這幾個選區喔 我們今天盤點的這幾個選區 都是有在地的一些因素 無論是背後的派系啊 然後這個對誰不滿啊 或者是各自的利益喔 這個都有相關 那高雄這個第二選區 他比較特別喔 第一個就是說 在這個趙天林這個 親中之後 所以這個自己宣佈不連任 然後呢這個黃捷 這個在陳其邁的力挺之下 所以這個直接空降過來這個選區 然後參選 那過去大家知道 黃捷本來在那邊批評說 人家落跑落跑落跑 結果現在自己喔 自打臉 雙標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在地議員的反對 因為我們知道 郭貝鴻準備很久了 那郭貝鴻準備 那當然這個 郭貝鴻大家知道 他是這個比較偏 非常獨派的這樣子的背景 對 而且就我所了解 他的資源非常的雄厚 然後在地是這個 資源狂傻 包含看板等等這些 所以 本來就已經給趙天林 造成一點點的壓力 那當然因為我們知道 趙天林本來算是現任 所以還是本來比較有優勢 結果在趙天林這個不選之後 黃捷在 陳其邁的力挺之下 過來這邊參選 確實是在地有些反彈 因為我們 我們上次才節目裡面盤點吧 在地有哪些議員 本來也有議員要參選 對 結果呢 因為陳其邁強勢的主導之下 黃捷過來參選 所以現在在地整合是問題 但是我相信 等一下 靖遠你也是說 他原本黃捷已經空降到這個地方 旁邊的市議員 到現在都還沒有服他 就我所了解 表面上大家就 當然因為畢竟陳其邁在那邊 現在看起來呼風喚 可是實際上 到底有沒有辦法盡力的吹下去 這是一個嘛 那第二個就是說 郭貝宏一直在不停的 對民進黨來說 在背後扯後腿 甚至說 你看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綠營在封關前 還公布了一個民調 等於就是說什麼 要操作氣保 要帶風向 所以郭貝宏就很生氣 就說這個是在出選舉的奧部 但是現在看起來 這一區我們自己評估 確實是有機會 也就是說 在綠營這樣子的分裂之下 不要笑我這麼開心 不是啊 因為你說確實好像有機會 聽起來也不是很有信心的 對 你要講得更有信心啊 我們就是會贏啊 因為今天不能講民調 我只能講得比較保守 是因為這個樣子 對就是說 所以靖遠你們打開 到底有沒有信心嗎 很有機會 高雄有機會 這個大概在左南之後 我們有機會再拿下第二個選舉 看起來比較受到關注的 就是這兩個選區 所以這個 最後 最後剩十天啦 這個郭貝宏加把勁 然後陳美雅繼續努力 應該是有機會 因為今天陳美雅才又到 我們中央黨部來開記者會 然後踢爆了一些事情 所以我覺得啦 對於他在這個知名度上面 也有所提出的 因為看起來這個是黃捷的優勢 那在地整合的部分 看起來這個 陳美雅是比較沒有問題的 來 你想怎麼看你們第六選區這個部分 剛剛你講 郭貝宏 坦白講如果他最後真的衝得上來 坦白講 黃捷票一定會被分掉啊 而且又是空降又沒辦法 他雖然說我要在短時間內 一天當作好幾天這樣拚 但目前看起來真的有效果嗎 我先很快澄清一下 因為我剛剛講台東的部分 但是我要講的是 其實多數我覺得基層選民 是對於脫黨參選 是有疑慮的 並不是說今天他去所謂的 跟這個黃建兵 大家拿起麥克風 我覺得因為他喊出的 都是說要支持這個賴昆成啊 所以這部分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回到高雄市 其實高雄市第六選區超特別的 大家不要忘記喔 之前是國民黨當政的 那是誰 是邱毅嘛 邱毅其實在那個選區 其實待了很久 因為我自己 我的外公也住在林亞區 所以對那個選區 基本上是軍公教選區 過去是比較偏懶的 但是因為過去 趙天玲確實服務蠻好的 所以現在變得比較綠 那其實公布民調 我現在很小心 因為不要造成我們 環宇被罰50萬塊 這樣很小心 但是我覺得公布民調 尤其是在這個封關前 我覺得是很正常的事情 如果郭貝宏認為說 這個是選舉奧部的話 那他每一個政黨都可以去罵 但是另外一回事要講的是說 今天如果這個陳美亞就是國民黨 他仰賴的是郭貝宏 去吸毒派的選票 才有機會贏的話 那這並不是非常扎實的一個政治基底 那再來最後一點 因為我要強調一點 這一次我覺得選舉 大家是非常團結的 所以根本沒有所謂的 毒票的一個 毒派票的一個分裂 那郭貝宏到底可以搶到幾% 我是非常非常保留 我認為我可以是低 非常非常低了 因為黃捷 大家看到民進黨 承接的是過去趙天英的服務 未來也是掛了民進黨的牌 所以我相信黃捷最後當選機率 是非常高的狀況 來厚志哥 高雄第六選區跟宜蘭 真的像是 或是台東 真的像是 宜翔講的這麼樂觀嗎 高雄第六選區的狀況 黃捷那個狀況是一直都有 因為他就是 因為他空降來嘛 然後地方的其他老議員 都排隊排不到 但是 所以他的團結上會有問題 但是是 一定不會檯面化 這是事實 郭貝宏拿多少票 也會影響到他的得票 但我聽到的 國民黨在高雄的狀況 是鳳山可能比這一區的狀況好 鳳山 就除了左南之外 是有機會翻的是不是 就相對來講 選區比較接近的是鳳山 而不是第五選區 第五選區好像聽到的狀況 沒有鳳山來得好 那台東因為民黨分裂 這個狀況大概 大概就是 不太 不太 不太會 不太會有救了 對 重磅消息 我們歡迎一把刷的播出時間 要做更改了 原本是晚間10點 現在改到晚間9點 請觀眾朋友 一定要多多支持 我們歡迎一把刷 中一選區現在大家認為說 也是五五博 甚至會不會有翻的機會 因為蔡其昌我們之前說過 她4年前贏了10萬票 她贏了10萬票 而現在呢 因為是藍白示範區的關係 光是今天中一選區立委政見會 竟然有這麼多媒體在報導 因為蔡壁如跟蔡其昌 蔡其昌到底會翻掉呢 來 雨萱我們剛剛提到一個最關鍵的事情是 現在中一選區是指標 被大家說是藍白示範區 現在好多人在問 既然是藍白示範區 有機會再複製到總統選戰上面嗎 她不只是藍白示範區 她最主要是因為蔡壁如是盧秀燕的意志 她現在問題是這樣 等於就是說盧秀燕跟蔡其昌在市長 這個一輪交手之後 然後把蔡其昌打了落荒而逃之後 現在過去大家有句話叫窮扣莫追 對不對 但現在沒有玩這一招 這個叫趕進殺絕 她就說我要連你這一席利息 我要趁你病要你命嘛 我要把你連根拔起嘛 所以基本上蔡壁如一個人 有沒有辦法這樣呼風喚雨 沒有嘛 但是加上盧秀燕這個因素 所以才會形成現在的景象嘛 你仔細看看有哪些人幫蔡壁如站台啊 嚇死人 我們剛才講到李梅貞也來幫蔡壁如站台 她過去講原本什麼卸龍界 從北到南 所有盧秀燕可以叫動的人 非台中喔 我在講非台中喔 你去看一下蔡壁如肇事大會 全部都跑來啦 全部集結了 對啊 那為什麼大家要來 你看他們對蔡壁如有好感 特別喜歡蔡壁如 尊獨秀燕 不是啊 因為他就是一個最好的錨點嘛 我今天能不能跟柯文哲同台 不行嘛 那我要怎麼玩藍白河 蔡壁如 是 蔡壁如更變柯文哲的分身啊 變他的替代品啊 他弱化柯文哲的重要性啊 因為反正我今天跟蔡壁如站台 大家都懂意思啦 這就叫藍白河啊 所以這個叫做魚幫水水幫魚嘛 當所有國民黨的澳元灌注在蔡壁如身上的時候 蔡壁如反向的也可以幫他們增加民眾黨票源 所以所有想要增加民眾黨票源的人都會跑來找蔡壁如 對 這是第一件事情 這是第二件事情 蔡壁如現在的選情到底如何 我不用討論民調啊 你看一下蔡壁如的反應吧 蔡壁如過去原本有沒有辦活動 沒有 很穩啊 你躺著選 躺著選 他在當中職會長 他在忙別的事情 忙著花花草草 忙著幫別人輔選 但最近蔡提昌在地方上接連辦了好幾場 家場喔 本來沒有的喔 地方型活動嘛 造勢嘛 吃飯嘛 放多餐嘛 對不對 找大家來嘛 所以顯然是什麼 有狀況告急了 急了 急了嘛 再來我再補充一個資訊嘛 原本林靜宜這個賴清德前幾天 下去是要幫林靜宜站台嘛 公開行程大家都有 有興趣可以去查一下 結果莫名其妙 眉頭眉尾的突然多了一場蔡其昌 他不是文當選的嘛 是 他怎麼突然多了一場蔡其昌 多了一場蔡其昌之後 你知道要去幹嘛 也不是辦活動 吃飯 真的吃飯 辦在清水成都 各位清水成都 你可以上網Google一下 就是一家宴會廳 你如果要婚商喜慶 要辦婚禮可以去那邊 要請客吃飯可以去那邊 那你把一個副總統拉到那邊去 這是什麼 代表真的很急 那又沒有活動 我就硬找 硬找之後用四個字叫幹部會議 真實狀況就是這樣 八百人的幹部會議 對 有幹部會議 跟大家講說賴富是挺我 這一區要大家挺我 對就很怪 就是硬要 他的目的就是說 希望能夠讓賴清德出現 那不只如此嘛 今天在政見會上交鋒 對不對 但是各位你知道 在這個前幾天其實 這個蔡其昌 還特別找了陳建仁來 那時候陳建仁狀況一樣 他要去找誰 林靜儀 他也不知道找蔡其昌 沒有 就沒有人想要去找蔡其昌嘛 因為大家就覺得說你蔡其昌都在霸主耶 對 對 需要我們嗎 不用吧 海線第一名耶 第一區沒人家裡算耶 結果蔡其昌也說 欸不行不行 我要跟陳建仁喬一下 喬一下 喬哪一件事情 鐵路雙軌高架化嘛 海線鐵路雙軌高架化 因為蔡必如一直在講你跳票嘛 結果蔡其昌12月21號 在臉書上寫說 完成了 沒有了 我們達到了 我們這個首肯了 中央願意了 結果尷尬了 陳建仁到現場 欸 我已經講了 幫我講一下 結果陳建仁知道說什麼 如果中央跟地方能夠達成共識協調的話 這件事情是可以 所以陳建仁又沒有給他一個答案 對 共識協調還沒啊 蔡必如就每天笑到跳票道 所以這關鍵十天之內 好我們來看到的是 來靖妍 這關鍵十天 大打入戰非常重要 好中醫這個選區你可以看到 哇 藍白示範區它的確起到一個很大的作用 這十天內也在能複製 從立委到總統這樣的一個方式嘛 為什麼我們還要特別看這個選區 因為這個選區的重要性 不是只有在區域立委選舉而已 我先講一個背景 剛才宇軒不愧在台中待過 她很熟悉這個選區的情況 我自己老家 我們老家就在殺戮靠近清水這邊 所以剛才講的清水成都 那邊我上次才去吃喜宴 我們有親戚的喜宴就辦在那邊 你沒事會在那邊沒事辦什麼幹部會議 沒有啊去那邊就是吃飯的 你沒事突然把一個副總統叫去那邊陪大家吃飯 餵的是什麼 交集啦 你選舉到處剩十天 大家看一下 柯文哲就不講了 畢竟也沒有新人可以跑 但是侯友宜跟賴清德 現在他們會去的行程 要去幫立委候選人輔選 一定是去比較五五波的選區嘛 就只差最後一把臨門一腳 要去推他一把嘛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蔡其昌耶 拜託 去年 前年啊 2022才被民進黨徵召選台中市長的人 現在居然繞得選情告急 這個合理嗎 跟大家講 為什麼我們要看這個選區很重要 因為重點是 這個關乎到 會不會最後有機會棄保 為什麼這樣講 這也可以說是 總統的縮小版 為什麼 這個是副院長之爭啊 為什麼這樣子講 第一 柯文哲在這邊 就只推了蔡壁盧 對 國民黨有推了嗎 沒有 而且這個背景是什麼 本來國民黨自己 地方黨部評估是 希望說可以推候選人出來的 我們也有一個在地的教授 希望可以參選 但是確實在盧秀院市長的 強勢主導之下 因為他認為說 這個選區非常適合 作為藍白河的示範區 而且 可能那個時候評估 因為那個時候藍白河還沒破局嘛 甚至是有助於藍白河 在總統層級的合作 雖然最後沒有成功了 可是 剛剛雨萱提到 所有的小雞都 不是必自為公佈 而是相反的 大家都跑到這個選區來 為什麼 遇到蔡壁盧 就等於遇到柯文哲嘛 又可以吸那些柯文哲的選票 因為我們沒辦法 或者沒辦法直接跟柯文哲巧遇嘛 那我們只能跟蔡壁盧同台 所以 這個選區 未來我覺得它是這個 副院長的這個爭奪戰示範區 為什麼 假設蔡壁盧真的給他選上了 幹掉蔡其昌了 第一 蔡其昌現在是副院長 蔡壁盧未來會不會變成 很有可能是這個 副院長的這個可能人選 這有可能 因為黃珊珊跟黃珊看起來 他們比較想要留在黨團 他們想要參與表決 所以這個是副院長的保衛戰 而且對於蔡其昌來說 他現在黨內也面臨問題 為什麼 第一個就是說 大家也想要去爭這個副院長 所以大家也不會想要去幫你 出太多的手 第二個是 他如果現在倒了 下一屆的台中市長 就不會是蔡其昌選 所以現在蔡其昌面臨的是內外交迫 來 侯子哥 我們剛剛講了 這一次是盧秀院駐全 沒想到這個藍白示範區 真的慢慢做起來 連蔡其昌剛剛提到 好多點都回房了 趕快找賴夫來幫忙 陳建仁趕快來幫我背書等等 好 現在十天最關鍵的就是 好 這些中間選民 看到了台中這個樣子 最後他們會選擇立委模式 複製到總統模式上 那蔡壁吳這個狀況就是說 他當然對民進黨來講 造成一定的壓力 因為蔡其昌是中流的代表性的人物 對 台中新潮流代表性的人物 如果他這個東西推倒了 對於整個民進黨來講 就會非常嚴重 再來就是說 他讓蔡其昌有壓力之後 他對其他附近的選區 新潮流的人 你就沒辦法去顧那麼多 所以對於國民黨 其他候選人的壓力有緩解 所以他是一個 非常非常好的一個合作的典範 在這十天之內 你能不能把中間選民挖來 能不能把一些藍跟白的牆角挖來 對於藍白來講是非常重要 光是掃機的防彈玻璃就可以炒 這是多奇妙的事情 柯文哲酸你侯友誼 你掃機將防彈玻璃拆一半 我跟你講你這種人小動作就知道 什麼樣的人會去政治干擾 政府的正常運作 是不是你自己去掃機的時候 你看到畫面你不是也是一樣嗎 掃機沒多久有拆玻璃 蔡環玻璃他跟大家講什麼 他說我跟你講我問過專業人士喔 玻璃反光太厲害 所以沒事沒事 那你前面那句話要不要道歉呢 好那另外呢 侯友誼在釋出善意嘛 他之前就回說沒得談了 要談什麼 你國民黨不就是中共支持的人嗎 好現在侯友誼也不知道應該要說什麼了 當時賴清德給你抹紅的時候 你說賴清德說不慘 意思講 那現在換你來抹紅我 你不是跟賴清德一樣嗎 大家也覺得很奇怪 你之前說要組聯合政府的不是你柯文哲嗎 你今天說我是中共同路人 好如果今天有幸你當選的話 你還要用我嗎 你都說我是中共同路人你還要用我嗎 這是一個邏輯性問題嘛 好現在包括這個國策研究的顧問 叫做董立文 他說柯文哲很危險 所謂底線根本是暢和中國的一國兩制 那1月2號的時候時代力量的犯人 李易營說啊 你之前不是說你最痛恨黑金嗎 你不是黃國昌討厭黑金嗎 那你李全教你都已經判刑確定了 黃國昌之前怎麼樣說 那你現在又表態力挺 那你民眾黨反黑金是各自表述嗎 那黃國昌現在也針對事情他沒有回應啦 他就是下達了這個動員令啦 希望大家年輕人趕快貫徹這個五五計畫 響應這所謂的白紙運動 希望打空戰的方式來 擬補陸戰 來宇璇我們先從柯文哲的雙標來開始談 雙標完之後 現在10天 他的平常用的絕招要出來了嗎 鯊魚戰法我到處亂罵 博生亮嘛 不知道我從來沒有想過我會坐在這邊評論一張擋風玻璃 在那邊要拆不拆 這到底是什麼數值的問題啊 我真的傻爆眼耶 我坦白講啦 今天你這個擋風玻璃他 好啦我們現在認真來講 為什麼他要去拆你知道嗎 就不方便 他本來那個太高了 因為他的格局 他設定的那個高度 本來是說連建築物上方的攻擊 他都要去防備到 所以自然而然他會這個四面包 你不利於跟民眾互動 全部都被狂住了嘛 你變成像動物園嘛 你變成像動物巡迴 你被關在玻璃箱裡面 然後讓大家來看你這樣子 當然不接地氣嘛 不親民嘛 所以理論上我講白了 我反應問一件事情好了 請問候選人會不會直接接地氣的 走在路上 然後走一走 然後被一個女粉絲假裝 用自拍然後搶吻 有這個可能性啊 所以你還是很靠近民眾嘛 你很靠近民眾 所以在車上根本那個擋風玻璃 要高要低 這個本來就是視候選人需求而定 所以國安特勤的 他的東西不能影響到本身 選舉人的本身的行為 對 但柯文哲他就是一開始就是為反對而反對嘛 當然去修理後而贏嘛 所以你就去拆玻璃啊 沒有我跟你講 就是干擾政府運作我跟你講 不然搞笑嘛 就自己也猜啦 那我到底要講什麼咧 柯文哲已經變成這場選舉裡面的這個娛樂焦點 就你如果覺得藍綠焦灼 或是藍綠選情打得很苦悶的時候 就看看柯文哲就會很快樂 但是我跟你講 抹紅這一件事情喔 我坦白講 因為你今天講說 侯友宜反過頭來 你看柯文哲在抹紅他對不對 對 其實侯友宜反過頭來 在把柯文哲抹綠 大家也說你是跟賴星德一樣嘛 對 這玩亞路線啊 其實我跟你講這要各取所需耶 因為今天當柯文哲把國民黨抹紅的時候 請問國民黨哪會投他嗎 沒有了啦 就柯文哲不要了啦 拿不到啦 我去跟賴星德搶嘛 對 所以他這個對侯友宜來講 是扣分還加分 其實我覺得反而是加分 就泛藍選票反而回流 反而是你看你 侯友宜把柯文哲去推到一路 跟賴星德一路 你們都是這個台獨同路人 你們都是深綠同路人 這好事啊 所以當 你看民進黨反而這種無差別 我覺得沒什麼效果 因為你今天把柯文哲抹紅 把侯友宜抹紅 基本上你的意思是說 反正除了民進黨之外 全台灣所有政治任務 都是中共同路人嘛 都是認知作戰嘛 但我跟你講這個東西變成 他只能在同溫層發酵 這跟搶救王毅川這個一樣的概念 他有沒有用 有用 但變成是你就是在你的同溫層裡面打轉嘛 但真正的決勝點其實根本不在於說 民進黨能夠拿到多少選票 現在真正決勝點反而是在於 柯文哲跟侯友宜之間的進合 以他們未來之後 到底是會用什麼樣的方式 選票怎麼樣的輪轉 這才是一個焦點 所以最後我補充一點啦 你看到黃國昌去下達這個 去衝刺這個年輕票源 會傷得到底是國民黨嗎 我就不是欸 害怕的應該是民進黨吧 來 伊翔你怎麼看 現在包括柯文哲的放話 還有剛剛宇軒提到的 這個每週五天貫徹五五計畫 響應白子運動 真的是往民進黨的年輕票這邊來殺嗎 柯文哲就五個字嘛 你認真就輸了 你跟柯文哲太認真你就輸了 為什麼 因為他每一天都改變他的思維 因為我身邊當中也有許多年輕朋友是支持柯文哲 他說你看柯文哲辯論會講了什麼什麼什麼 我聽完之後我就說 可是重點是他言行不一啊 他說這個 但是過去又反反覆覆否認自己 那你怎麼說 他說我沒有看過過去他說的 這就是柯文哲的目標群你知道嗎 平常沒有關心政治 但要莫名其妙轉台 看到柯文哲講了一句話 欸 有道理 值得思考 好好笑 所以這個就是柯文哲他厲害的地方 那為什麼厲害 其實你看柯文哲 他其實都修得很快喔 所以包括說這個擋風玻璃喔 這是昨天發生的事情嘛對不對 昨天下午 他又在出發的時候 你去看那個擋風玻璃 又默默往上升了十公分了 又默默往上升了 好像過去沒講過這句話一樣 沒有罵過侯友宜一樣 所以這就是柯文哲他厲害的地方 另外 連擋風玻璃都變來變去 變來變去 也一下子他發現不對勁啊 我曾經有罵過侯友宜啊 有人提醒到我啊 默默把擋風玻璃 再往上升個十公分 但是要講到這個 所謂的藍白的狀況 我覺得超好笑 他講說 國民黨已經是中共支持的人了 大家不要忘記喔 柯文哲曾經是沾沾自喜 說葛萊怡說 中共可以跟他溝通 其實事實上葛萊怡說什麼 因為過去對侯友宜比較陌生 對於說民進黨根本不用說 但是對於柯文哲認為 柯文哲比較能完成 他們的一些政治企圖 所以因此認為柯文哲 比較傾向柯文哲這個人 甚至於他是很舒服 認為柯文哲當選 他們可能感到蠻舒適的 結果柯文哲說 欸你看 我是可以跟中共溝通 我可以跟美國溝通 立刻被葛萊怡打臉 結果現在轉過頭來罵 說你看是你侯友宜 是中共支持的人 所以我就說柯文哲這個人 真的是造成我們正常上 有很多話題可以聊 但是同時呢 也讓我們下修底線啦 不斷的他去罵誰 反而都會攻擊到自己 但我也不是要幫國民黨說話 但事實上我覺得藍白 大家澄清為什麼沒有幫他合作 一部分就是因為柯文哲他本身的個性 但另外一部分就是因為 國民黨不斷的自取其辱 已經明知道柯文哲是怎麼樣的人 還是因為政治的利益 偏偏說我就是要跟他合作 所以剛剛討論到蔡壁如這個選區 我真的覺得 選民的眼睛是血亮的 看到柯文哲侯友宜這樣的狀況 你真的說他會有氣跑效應產生嗎 我是非常質疑啦 來 侯子哥我們剛剛提到一個關鍵了 今天你柯文哲已經說 你侯友宜是中共派來的嘛 抹紅 抹紅 好 那今天我先祝福啊 如果他今天 柯文哲真的當選了 他說他主聯合政府 所以藍營這些被抹紅的 或者是侯友宜這些人 都完全不要用了嘛 你就看有沒有 玻璃這個事情就好了 別人做就是小動作 我做就是問過專業 靠差跡跟土屏屏屏一件事情差 差這麼多 玻璃專家 對啊 然後他說侯友宜是 是 是中共支持的 我先問一下 大家回想 也不過才一個多月前 你那時候跟國民黨 談了快兩個月藍白河 你那時候不知道 那時候國民黨跟現在不一樣嗎 那時候國民黨不支持藍白河嗎 對不對 你如果知道你還跟他談什麼 就是說他完全不管說今天 他也完全不管說自己要打臉 打自己打成什麼樣子 那他為什麼說 之所以要扣帽子 就是第一個就是說 我覺得他的狀況就是說 為了避免棄保 所以就是緊抓年輕選票 對 年輕選票能抓多少 反正剛剛跟像影響講 那些在乎那些serious的人 早就都不是他的 那我就藍白去搶了 天然台這邊 你看我也去罵何友宜 那你天然台要不要回來 回來一點點 還是說我罵了何友宜 原本有一些支持國民黨的年輕人 你要不要回來一點 對他來講其實只是這樣而已 那黃國昌講那個85% 當然就昌神的神話嘛 什麼時候有哪個租金 可以投到85% 你乾脆講95%算了 95% 柯文哲一定當選 對不對 如果年輕人95%都出來投票 柯文哲一定當選 不可能的事情吧 就壞一個高標 你就是講這種神話 然後欺騙那些 那些對選舉沒有概念的年輕人 我覺得這種東西就是 就這種無聊 來靖影 剛剛猴子哥有提到一個關鍵 剩下10天民調沒有辦法看了 也沒什麼好談的 但現在這10天 陸戰非常重要 空戰也非常重要 好 對於藍白兩個來說 就是看我剛剛講互挖嘛 就是棄保這件事情 現在大家都說不太可能會發生 兄弟登山各自的 還是最後真的會有一些 轉圜的空間 或是有一些什麼事情會引爆 變成藍白有機會了 對 我要先跟柯文哲道歉一下 因為我之前講說 他這個像七彩霓虹的一樣 變來變去 我要更正 柯文哲像擋風玻璃一樣 一下高一下低 也會變來變去的 柯文哲過去不是講過說 接近他的人都會改變 對啊 你看 接近你 然後就像擋風玻璃一樣 一下升高一下降低 這個我一定要講一下 這真的是太好笑了 你光看報導 你都以為那篇報導是笑話 你知道嗎 柯文哲就在講說 因為侯友宜說這個降低防彈玻璃的帷幕 然後柯文哲就說 從這個小動作就知道 什麼人會去干擾政治 干擾一個政府的正常運作 結果出發車掃第一站 結果因防彈玻璃反光問題 就將帷幕也高度下降一半 然後他就說我問過專業 結果最好笑的是 後面又再升起來 不是嘛 你這個就是大家很常在講的嘛 你嘴巴不要那麼壞嘛 話不要講得那麼絕嘛 不要講得那麼死嘛 柯文哲一貫的做法就是這個樣子 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要靠這樣子講 為了攻擊而攻擊 為了反對而反對 為了炒聲量而炒聲量 大家才會去討論他 他就是想要去嘴和尾 好像突顯說 你看 我最尊重專業啦 我最尊重國安啦 結果呢 馬上自己就自打臉自己 你有真的先問過啊 沒有嘛 但所以說 現在最後這一段時間 我覺得柯文哲就繼續這樣正常發揮 我覺得真的是好事 你就繼續這樣子變來變去 除了蔡居如之外都是好事 然後你就繼續這樣子 這個無論是罵民進黨 還是罵國民黨都好 為什麼 你現在這樣子做法 他自以為是在這個趁選票騙選票 但他實際上是在把 他自己的當選機率越講越低 欸 他這樣子罵一下綠的 綠的選票還會支持他 不會 他罵一下藍的 藍的選票還會支持他 他難道真的天真的以為 真的有一群死忠的群眾 然後已經超越藍綠 多餘藍綠 就是支持白色力量 就是支持柯文哲嘛 顯然不是嘛 他這樣子做 反而是讓暫時依附在他身上 淺藍跟淺綠的選票 或者是暫時不滿藍不滿綠的選票 各自回流 各自回歸而已 所以現在看起來 侯友宇在昨天也特別發了文 意思就是要訴求說 我們要集中選票 重點我們最大的目標 是希望明年能夠政黨輪替 同樣侯友宇發了這個文 是有這個意思的 那當然柯文哲最緊張 柯文哲還在那邊講說什麼 那個不要合作 你現在又在那邊講說要合作 最好笑的是你柯文哲 前兩週他還在講說 他說朱立倫現在這樣真逼親眼 明年不要談合作 欸 那就代表你想要合作嘛 結果現在人家在那邊說 希望可以合作 人家在那邊說 不要合作 就是柯文哲一直反反覆覆嘛 所以我在想 真的可以力挺柯文哲到底的人 我覺得就是 可能記憶力也是蠻不好的 來宇軒剛剛提到了 現在這關鍵十天之內 現在柯文哲走回老路 又是鯊魚戰法 剛剛進行的意思是說 你就盡量做吧 你就盡量幹吧 反正包括這個中間選民 會慢慢被你推走 他現在對於這個柯文哲來講 鞏固基本盤比什麼都還重要嘛 你覺得未來十天怎麼發展 不然你柯文哲要的到底是什麼票啦 他要的不是總統票啦 他不想選啦 不是啦 他不在乎總統票啦 他總統到底都在乎的是政黨票嘛 你說這兩個都是因為柯文哲一個人的關係 綁在一起的嘛 你要有政黨票才有政黨補助款嘛 所以你不覺得很好笑嗎 兩個在吹牛皮對不對 國民黨喊氣寶 然後侯友宜喊氣寶 喊說台灣要團結 那你說對於柯粉有沒有用 有限啊 效果有限啊 因為基本上信徒還是信徒啦 信仰堅定 但柯文哲喊氣寶這不對了吧 那柯文哲喊氣寶要的是什麼 他也喊氣寶啊 柯文哲喊氣寶啊 氣候寶科啊 他前兩三天還寫給藍營的一封鏡啊 對啊我沒有看啊 因為我不是藍營的 對 他寫的東西我也不想看 重點是在於說 國民黨喊氣寶是為了拓展票源嘛 柯文哲喊氣寶是跟誰喊 通常氣寶是跟誰喊 跟對面的喊 對對對他跟自己人喊 他在跟自己人喊啦 國民黨沒有人會理他啦 第一個國民黨支持者對他仇恨值極高嘛 第二個誰會相信他啊 國民黨支持者誰會相信他啊 大家只相信現在跟賴清德糾結纏髮花 國民黨支持者寧願相信賴清德 也不會去相信柯文哲啦 這狀況是這樣子嘛 沒有人信任他了嘛 所以柯文哲只是在跟自己的支持者 努力喊話而已啦 喊話說你看我很大很大 你不要走啦 大家老的啦 你不要離開啦 所以他是虛張聲勢啊 你大家都沒有離開嘛 柯文哲是在玩這一處而已啊 他真的目的是在這裡啊 但我講坦白的 他撐到最後面之後 如果說他的政黨票能夠如同他預期的 對 那以柯文哲的個性 我們剛剛一直在討論一件事情 說變就變 所以他如果突然哪天又跟我開始來聊聯合政府 哪天又跟我突然聊藍白油2.0我也不意外 因為我已經不知道被他摔幾次了 我都已經在地上滾好幾次 上了又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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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柯文哲這台車裡面 對不對 所以我說這很難講 因為現在講白了封關之後 什麼事情大家都蒙著眼睛在做 跟蔡英文講的一樣啊 我們現在大家都沒有耳朵 耳朵都沒有 因為眼睛看不到 大家都蒙著眼睛在做 所以對於柯文哲這個人 我覺得他最後的關頭 為什麼現在一直在釋出這個訊號 你不要以為侯友宜在跟柯文哲講話 柯文哲這個人沒有辦法跟他對話 其實侯友宜同時也是在跟中間選民喊話嗎 跟柯文哲的支持者 柯文哲 他是在跟柯文哲支持對話嗎 因為你今天跟柯文哲講話 隔天你就會上報紙啦 你跟他傳簡訊也會有風險啊 你跟他講什麼都 阿不對那是侯友宜把他露出來 柯文哲同意了 你講的喔 你沒有誠信的人 你沒有辦法跟他達成共識嘛 所以與其這樣 我跟你柯文哲講老半天 我不如跟你的支持者對話 但其實柯文哲心中還是有養 有在養 否則他幹嘛說 你公平常公公婆婆那麼多 對不對 我跟你侯友宜談有用嗎 你要不要先回去問一下朱立倫 我們再來講 還有他的道理 重磅消息 我們歡迎一把刷的播出時間 要做更改囉 原本是晚間十點 現在改到晚間九點 請觀眾朋友一定要多多支持 我們歡迎一把刷